比方說剛剛加強訂的選擇是咖啡 它其實是一種食物 那假設好了 我們血壓不穩 平常有這種高血壓容易引起頭痛 有一類的醬高血壓藥 它是屬於鈣離子阻斷型的 所以我們多吃含鈣的食物 像菠菜 紅蘿蔔 優格 甚至我們中藥材常常用的山楂 其實可以輔助這樣子的效果 那如果是 平常會有這種鼻過敏啦 常常會鼻塞 而且是鼻子這種眼眶脹痛的 鼻塞型的 氣虛型 記得緩解鼻塞 用一些有揮發油的成分的 就一般常見的 蔥 薑 蒜 辣椒這種成分 或是中藥裡面的 黃芹 紅棗都是很好的藥材 那如果你是屬於這種 容易水腫型的 杏仁除了剛剛講的B2之外 它還有這個美這個成分 像一般的顴骨類或堅果也是有的 還有像這種藝人啊 赤小豆裡面 有這樣的成分 可以幫助我們 可以在水腫的部分得到緩解 就比較不會那麼容易頭痛 那有一種女生是屬於 驚起來的時候頭痛 所謂遺傳性荷爾蒙引起的 記得就要多攝取 關於維他命E抗氧化類的成分 所以像芝麻這類的東西啊 山藥多吃 然後像中藥材的單身也是這類的藥材 還有一種就是剛剛講的宿醉 宿醉最容易就是 因為電解質不平衡引起的 所以我們就可以吃一些 跟假有關的 像這種帶皮的馬鈴薯或是香蕉 那像葛花這個藥材 有效緩解 喝酒最引起的頭痛也是不錯 也許OK可以試試看好不好 來 接下來第二題 好 第一個問題是 感冒的時候覺得身體發熱 快要發燒的時候 吃什麼可以緩解呢 對 一是檸檬水加鹽 二是蔥白 三是咖哩 一二三請選擇 唉唷 你看一號有三位 三號只有一位 對 亂 咖哩啊 你們一跟三有搞對齁 你是貪吃嗎 還是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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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這些東西都是 預防 預防 預防的時候有效 但到真的有要發燒的時候 肯定有可能是發炎 那你的溫度升高 是為了要消你的細菌 所以表示裡面是有發炎了 那咖哩裡面有薑黃 薑黃的成分是可以消炎的 唉唷 我覺得我好專業喔 那天啊 太好了 真的 你最精神啦 我怎麼一直覺得講得好順喔 唉唷 那怎麼辦呢 另外兩個我想不出有什麼道理 那選一 你沒有講出一個正確邏輯 就會輸囉 來來來 浩然 浩然也蠻會講的 檸檬水加鹽 為什麼會選檸檬水呢 你看很多人在感冒的時候 前陣子不是很流行 喝那個浮冒忍 對 浮冒忍就是因為裡面 還有豐富的那個維生素C 那檸檬就是有C啊 有C就是可以預防你 能夠再惡化下去 但是窗白 窗白沒有人選啊 大家都認為這沒用 你誰會 重點是誰會這樣拿蔥白來啃啊 有耶 我常拿掉起來吃耶 對啊 煮水可以啊 煮清湯啊 那個山東人 他們都是從小就是吃大蔥的這種蔥白 對 所以他們身體他們說很少會感冒啊 對耶 是不是 真的耶 沒有人選 因為吃這個我也常常這樣吃 是預防 可是我們現在講已經是發熱發燒的時候 所以 預防的話這個很有用 就算你的體質免疫力比較增強 但當你真的發燒的時候 你還是要消炎 好 來 正確答案 彭醫師 柔安姐都這麼講了 當然答案就是 蔥白啦 啊 啊 啊 還還好 是不是 這個蔥白真的是好東西 千萬不要把它丟掉 中醫古籍最有效的 預防這個發燒發熱的方法 叫做 就蔥白加蛋豆豉 煮湯就好了 蔥白加什麼 蛋豆豉 就是那種醃漬的那種 黑黑的那種 硬性啊 對 你就說硬性啊 對 好不好講一個 每次買得到喔 有沒有蛋豆豉 蛋豆豉 本來剩豆豉的那個 對 本來剩豆豉的那個 蛋豆豉 蛋豆豉 因為要加蔥白 就很傳統的這種 廚房裡面的 退燒的藥方 其實它就是 蔥白裡面有 蘋果酸 磷酸 糖 它可以促進血液循環 幫助發汗 那你會說咖哩一樣可以啦 可是咖哩是禁忌 千萬不可以吃 喔 禁忌啊 為什麼 因為它是火上加油 如果說身體正有發燒 正在發炎的情況 你其實正在抵抗 然後你在油上面再加火 它會燒得更大 慘了 你會變成真的發燒 天啊 然後你會燒到通到眼窩去 對 可是我的觀念以為是說 裡面如果身體熱的時候 就要把那個熱給逼出來 所以你要用熱的東西 把它的氣給逼出來 所以是 所以散熱是對的 我們是不是要讓毛細孔張開 熱散出來 身體就不會發燒 不會像燜燒鍋這樣嘛 這是蔥的效果 蔥可以讓毛細孔張開 那薑是加柴火 它是讓火更旺 讓身體燒得更熱 你會覺得 體溫會降不下來 所以比較少人會這麼做 那咖哩不行的話 辣椒 大蒜這些東西也不行 他們就是過油不及 可能微微的辣椒 可能是因為它維他命C的關係 但是你吃辣油 或者是辣醬油 會全身冒汗耶 鐵定沒有效 冒汗之後一風吹 你馬上就感冒了 本來還沒有 那如果薑咧 薑是可以的 其實薑它可以促進發汗 那我們可以直接切薑片 所以其實如果買不到 又不喜歡那個醬油的味道 我有時候就是會 薑黃加蔥白 然後煮水這樣喝 那這個檸檬水加鹽 是有道理的 因為維他命C 本來就可以提升我們的免疫力 可是為什麼不選它 就是說 對於這種發燒比較沒有效果 而且如果說像感冒初期 我們一般是建議多吃水果 但小心喔 如果說你身體有一些寒症 比方說你會覺得全身發冷 然後流鼻水拉肚子 就是有寒相的時候 反而不可以吃太冷的水果 或者是喝檸檬水 這個時候反而是禁忌了 喔 那所以如果我們 因為我如果是感冒初期 如果沒有到發燒 我都一定是放那個 比如說C泡定 然後再加B群 那會很有效 真的很有效 對那會很有效 因為你還沒有感冒 也還沒有發燒 那等於是在提升我們的免疫力 就是提升抗氧化的部分 講得好多喔 柔環先生 我真的有這樣記錯了 剛內本記錯了 開箭 看仔細 你對偏方比較擅長喔 對 但是感冒 發生什麼狀況 到什麼程度的時候 你們才會吃藥 柔環你不會又是要撐到最後吧 沒有沒有 剛那個就講得我很厲害的地方 就是我知道一定要B加C很有用 就是感冒初期的時候 然後B群的話 我不知道 因為要B哪個哪個哪個才有用 就買B群這一塊 也有一群嘛 對一群裡面都有了嘛 然後呢 就買BB一次吃兩顆 再加個B加C的發泡碟 哇 BBC就對了 差不多BBBC 平平都是女生怎麼搭的方法不一樣 你就是拼命先吃B跟C 浩然就是拼命吃藥 因為我會先忍個兩三天 因為老人家都會說 只要一不舒服就吃藥 所以媽媽都會說你先多喝水 然後你喝了兩天的水 發現你的病情越來越嚴重的時候 這時候就一定要到第三天一定要吃藥 而且你吃藥 你絕對要吃那種全效性的 全效的 加強定 就是你可以看到那個盒子的後面 就是綜合感冒 對 對就是從咳嗽 酸痛 哪裡痛 流鼻水 什麼所有的那一種 那種一顆吃下去 我跟你講像我兩三天前就不舒服 我吃了一顆之後 哇 好哩哩 瞬間有進去 這麼好 真的 那我剛剛跟你討一顆來 因為我前兩天我也不舒服 而且家裡都會買那種藥 然後如果再帶點咳嗽的話 家裡還有咳嗽藥水 哇 但是不曉得這樣是對還不對 感覺很傷耶 我剛剛 我舉例一下 就是 我們講感冒 我們感冒吃藥的目的是什麼 大家想一想 感冒一個是 我要讓病程縮短治好這個病 還是我要讓自己舒服一些 如果你的目的是第一個 就是我們知道感冒大部分都是一些病毒性感染 現在可以殺病毒的藥真的很少 那些什麼抗生素是殺細菌的 所以你是期望說我吃藥 可以 本來感冒個五天變成兩天三天 這個不大可能 這不用想 但是它的確是會讓你的症狀舒緩一些 這叫症狀治療 你喉嚨痛你就吃那些只喉嚨痛的 鼻水就吃鼻水的 但皓然剛剛有講的 反正他買一個大套餐 就是 你可能只是流鼻水而已 那我就全部 當然是有效 其實這個 我當初要出來開業的時候 就去訪問了幾個名醫 他那些感冒藥超有效的 我歸納出那些超有效的開業術 大概有兩種 一種就是 大街密工 一種就是 劑量的確用的最重的 比如說止痛藥 他可以加一個這個再加一個那個 他去隔壁看了沒有效 他加了那個雙重劑量 反正我說這樣子不會造成腎臟膚 他說哎呀 才吃三天而已沒關係啦 那當然這個人就被定義是有效的醫生 那這樣到底會不會腎臟有不難 可是醫學中心是很嚴謹的 醫學去 你常常說去 感冒去醫學中心看都沒效 因為醫師都是很遭那個 中規中矩那個藥區 那他當然效果就比較不好 那另外有一個名醫 他在內湖也是 非常有名的耳鼻喉科 他事實上他並不是加重劑量 而是努力的去 大家知不知道 像在日本 他們在預防感冒 從外面回來 除了洗手之外 是要漱口 因為我們所謂的 我們這些感冒怎麼進去 從我們的鼻咽口咽 然後才往下跑 但是如果在那個濃度很濃的時候 你用一些方法把它清乾淨 那那個名醫為什麼 他們會清你的鼻腔 清你的口腔 用了很多 他們看一個感冒 可能要看很久 要去做這些清理的動作 那我們什麼時候吃藥 吃藥直接在國外感冒 甚至可以不用吃藥的 你只要多喝開水 多休息 你的抵抗力起來的時候 事實上你的感冒就會好了 這才是 那如果說 我們講說什麼時候要吃藥 當然就是那些 你覺得這些症狀實在太煩人 我明天就是要露營 我明天就是要考試 就一直在流鼻水 我怎麼讀書 我怎麼準備資料 那時候你就吃一點 但是我還是建議你可以 現在選擇更多 我們講說 你如果不看醫生 選擇陳藥 比如說有一些鼻炎膠囊 你是針對鼻子症狀 你就選擇那一類的 那咳嗽的 就以咳嗽膠囊這類的為主 我在最後再提醒一個 咳嗽不是一定就要給他止咳